所以说第一次约会对吧 至少第一次或者未来所有的约会 男生主动掏钱比较好 如果他要和你AA制的话 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个 如果和我AA制 我对我来说有点太奇怪了 太奇怪 不会接受的 可能有的女孩可能会 女权主义被女权主义洗脑的女生 OK 我不知道 我不觉得他们是不对的 但是我不同意 OK 你觉得 为什么 你觉得男生和你一起出去 和你评分这个费用 你不喜欢 也可以 但是我跟这种男生 我不会在一起 我不会讨厌他的 因为 是不是 我感觉是不是因为 这男人主动 花钱 就是他 怎么说 他对自己的角色 有一个定位 就是 有一个性别的定位 而不是我们什么都平等的 你们有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 男人赚钱养家 然后女人 照顾孩子 照顾老公之类 也不要去太远了 照顾孩子 你刚见面了 你又不考虑这个 对吧 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比如说一起出去吃个饭 就是 费用也不是很大 如果还要 那就真面子很小气 对吗 同样也可以说 女生很小气 如果你不愿意花钱 你也可以这么说 对 你现在问的是我 你想说都可以 没有 因为我非常赞同男生花钱 我非常赞同男生花钱